大家好,我是侯老师,欢迎来到侯老师网络学堂 相信很多小伙伴对V2rayN这款软件变速莫生 这款软件在2025年首次新增了Macs端版本 界面和功能上与Windows端基本保持一致 现在V2rayN已经支持Windows、Macs、Minus以及Android端的V2rayNG 新版本的界面更加简洁,让用户更加容易上升 稳定性相较以前也有大幅度提升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V2rayN在Macs端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这条链接,接着往下拉 找到V2rayN最新版本下载的地址 接着我们打开这条链接 这篇帖子的链接我会放到本期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打开下载地址以后我们接着往下拉 这里最新版本是7.12.5 我们在这一个区域里可以看到V2rayN所有版本的下载地址 现在这两个是英特尔芯片的,上面是它的安装包,下面是它的压缩包 再往下是M芯片的,下面是它的压缩包,上面是它的安装包 下载哪一个都可以的 那我们直接点击下载 下载好以后我们直接双击进行安装 把右侧的V2rayN的图标直接拖拽到右侧的文件夹里 这样我们就安装好了 接着我们在启动台里找到刚才安装的应用 大家可以拖拽图标直接到状态栏 这样就方便我们快速打开 首次打开如果出现已损坏无法打开的情况 我们先取消 接着我们再打开刚才的帖子往下拉 如果大家出现已损坏的情况 大家可以先打开终端 打开终端以后复制帖子里的代码 把它直接粘贴到终端里 接着直接回车 关掉终端 接着我们重新打开V2rayN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打开V2rayN了 这里我们先看一下V2rayN的界面 在上方区域我们主要用到的是配置文件和订阅分组 以及设置和重启服务 重启服务是一个快捷的按钮 这也是V2rayN2025新增的一项功能 我们先点开配置文件 在这里是导入配置文件的节点 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选项 订阅分组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订阅分组设置 这里可以添加我们的订阅地址 稍后我会演示给大家看 在订阅分组设置下边是更新订阅 再往下面看是显示所有的节点线路 第二个选项是编辑节点线路 第三个是添加线路 在这里我们主要用到的是订阅分组的名称 以及订阅链接的导入 启用更新 这里可以设置启用更新的时间 订阅地址的转换 这里可以将Clash的地址 直接转换成V2rayN的地址 末日情况下 我们的机场一般都支持V2rayN的 再往下看可以看到自动刷新的按钮 以及自动滚动到末尾的按钮 这里可以清除我们当前的连接信息 在左下角这里显示本地的连接的地址 以及局域网的地址 靠右边的是启用TUN模式 稍后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TUN模式 接着是连接代理 靠右边的是连接的模式 这里有全局模式 以及黑名单模式 和绕过大陆模式 我们常用的是第一个选项 绕过大陆模式 这样的话我们连接国内的网站 它可以直接连接 连接境外的网站 它可以直接走带领 这样的好处可以让我们的网络速度变得更快 全局模式是指当前我们所有的网络都连接带领 在右上角三个点这里 还添加了主题 以及字体的大小 还有语言的种类 末日情况下是中文的 当然下面的语言包含了中文 以及其他国家的语言 那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设有防火墙限制的 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导入订阅链接 我这里打开了机场的网站 复制v2rayn的订阅地址 接着我们选择添加 当然你也可以在分组设置里进行添加 在别名这里我们随便起一个名字 下面的地址我们粘贴机场的链接 启用更新这里我们默认情况下保持开启状态 自动更新这里我们填写更新的时间 那我们直接填写1440 这样的话我们一天的时间会更新一次 接着我们确定 关掉分组设置 接着选择订阅分组 选择更新全部订阅 也可以选择更新全部订阅通过代理 我们直接选择更新全部订阅 不通过代理 这两个选项其实选择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在下边已经成功的导入我的订阅地址的节点了 我们可以全选 按住Command加A全选 接着点击右键 选择测试配置文件真连接延迟 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它的会计键Command加2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下测试 好 我们点击延迟这里 它会自动筛选延迟比较低的节点 就是这条香港的节点 我们点击右键 把它设置为活动服务器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它的会计键 直接回车就可以 接着我们开启代理 可以选择下边的自动配置系统代理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它的状态栏图标 选择自动配置代理 都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选择关掉它 此时我们的微图瑞恩和Windows端是一样的 挂起在状态栏上 接着打开油管的网站 现在油管的网站已经成功打开了 我现在找一条4K的视频给大家做演示 我们把画质调成4K 看一下数据 由于我本地的网速并不快 所以现在开启代理速度也不是很快 因为我本地的带宽只有10M 我们给它切换成1080P 1080P可以轻松的播放 视频演示就到这里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手动添加节点 这里我准备了四种类型的节点 我们可以全部复制 接着我们在分组这里 添加另外一个分组 名称呢我们就随便起一个 接着选择确定 关掉分组设置 在这里就是我们刚刚添加的分组 这里并没有任何链接 接着我们要把刚才复制的链接直接添加到这里 我们选择配置文件 这里呢可以从剪切板直接导入 我们选择这一个选项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它的快捷键 Command加V 下面这一个选项是扫描图片中的二维码 你也可以使用二维码进行导入 最下面是自定义配置文件 好我们直接用剪切板进行导入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添加四条节点了 这一个分组和刚才添加的分组 不会发生任何的冲突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在设置这里我们选择设置参数 默认情况下是开启流量探测和开启UDP模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开启或者关闭 开启之后我们测试速度的时候 在右侧就会显示出来 这里显示它的速度 以及流量的统计 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刚才手动添加的节点 可不可以正常连接 我们随便选择一条节点 我们就选择WinMax这条节点 接着我们刷新刚才的视频链接 好 现在油管的视频已经成功 可以打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速度 这里的速度是在2万左右 视频我们简单看到这里 因为本期的视频我们主要是来教大家 如何使用Win2rayM Max端的版本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TUN模式 TUN模式简单理解 就是在我们的电脑创建一个虚拟网卡 我们首次打开的时候 需要输入电脑的开机密码 确定之后就可以正常开启了 我们接着刷新一下刚才的视频 视频呢也可以正常播放 我们来加载一下 加载视频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设置里我们选择设置参数 选择TUN模式设置 这里我们可以对TUN模式进行参数设置 默认情况下我建议大家不要开启TUN模式 因为开启TUN模式 它的速度要比我们平时用的代理模式 稍微慢一些 在这里我们要关闭它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Max端V2rayM的使用方法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在今天的视频下方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看到后都会一一回答大家的 那我是侯老师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